说一下 陆老师好 我叫世辰来自良宁大连 我就是龚敬的徒弟 龚敬的徒弟 你是他的下属 不是他徒弟 他八戒呢 徒弟 因为以前在公司他带我嘛 我就把他叫师父 你怎么哭了呀 我听他说我那些坏话 说你坏话 我觉得我是清白的 他说升职的事 说是我做的手脚 但是我根本没做那些 我私底下跟他解释 那么张晨张晨 你能不能说点真话 你今天都来这儿了 我怎么没说真话 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那我问你 龚敬那事 你就敢说 不是你做的 那天你把资料给完我之后 我直接就交给咱们王总了 龚敬那个资料 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但是你当我卖 你拆开那个文件了吗 我怎么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是一份还两份还谁的 我怎么知道啊 是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你到底做什么了呀 你现在还侮赖上我了你 我没侮赖你 咱们同事都说了 你从我办公室 神色慌张的走出去 你没干坏事 你慌张什么呀 你慌张 龚敬姐 我哪次从你办公室出来 不是神色慌张 你工作上天天对我直舍画脚的 我都害怕死了 我能够慌张吗 我 不是你咋这么能装呢 我这样对过你吗 做了没做过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不用在这儿当大人 还装好人 你说你的眼泪怎么没了 装的呗 装的呗 我被他气都给气没了 我还哭什么呀 我 我说你连装都不会装 你行吗 你装给我看看 你会装吗 你跟龚敖什么关系 我和龚敖哥 咱俩一直就出的挺好的呀 但是在公司里 咱没有规定 没办法把这关系 说那么明白 主持人问你的事 你跟龚敖哥是不是对象俩 你这 你是直直压压的 你你直直掩掩的说啥呢你 我跟龚敖哥哥 我觉得咱俩就是男女朋友 咱俩都那个过了 哪 哪个呀 哪个过了 咱俩一起单独吃过饭 单独看过电影 我拉把手了呢 人家还没承认你 是他女朋友 你都当时那屁家屁家 跑过来跟我说 龚敖哥是我男朋友 那个你以后离他远 那个是他主动向我 让我跟你说的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龚敖姐 阿丽你这么长时间了 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 我说给龚敖姐点面子 毕竟我是你的实习生 但是他就不听啊 非让我跟你说 我都拦不拦不住 你看你上来一个形象 这会儿又是一个形象 上来哭哭啼啼 这会儿不犯生辑 你让我问他 他平时就这样 然后现在又跟我这样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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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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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发大胆了 来一个 我告诉你张晨 我今天真的 我没准备给你把头都折胜 我们公司老总出差的时候 带干果回来 他拎过来说 姐那个老总给你带了干果 让你拿回家吃 结果辞职以后 我才知道 公司里头人还骂我呢 说我自私 然后人其实是啥 是老总发给大家吃的东西 他说让我拿回家吃 那也是别人跟我说的 我就转告你一声 明显他就是设了一个局 就让他的这个师傅 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而且他一上台的时候 就哭哭啼啼 让大家都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在跟他的师傅 对峙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他特别的伶牙俐齿啊 你们俩不要把 人家想那么复杂 人家 他就是这么复杂 不是我想的那么复杂 你想一下 人家说你装 你就说 对对对 我就是装 有人会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 我看着他就是满眼的复杂 从头到尾 大家观众都是眼睁睁看着的 对不对 咱别急着分析 人家说 他都有心机 他装 你怎么知道他有装 他穿这身衣服 他就觉得美 你做不出来 所以你认为 凡是这样 婀娜多姿 就是一种装 这能给你 真的是在想词多理 我们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谁在说谎 有一句话叫 愿赌服输 有本事 你比他心机还强 而且你用正能量的心机 你比他厉害 那所有人都会给你掌声 一个女人有心 和有心计 是两回事 一个有心的女人 她可以去撒娇 她可以带来人温暖 她所有使用的这种 所谓的计词 不伤害别人 这叫有心 有心计 是处处与人为难 来牺牲别人的利益 来成全自己 这叫有心机 至于他有没有心机 我们说 你太没心没肺 知道了 所以你也别插这个腰了 是吧 该怎么女人就怎么女人 不是 但是我三十年 我也不白活 她这样 你三十了 你看 让她说自己的真实年龄 连她打死都不会说 这叫有心机吗 这叫有心 是 龚庆姐 你是都三十多岁 该结婚都该生孩子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 你也不单纯 你是想跟我庞博哥表白 谁让你去庞博了 那你俩都认识三年了 三年 一点大准处没有 你说我的庞博的事 庞博 庞博 庞博要是来了 看不然让他汹涌 庞博一下吧 我是等不及了 这个庞博 请庞博吧 看到来不来 好不好 你们谁去啊 我去 平安的女生 我去 主持人好 庞博哥 你贵姓啊 我就是庞博 站在两个女人中间 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两个女人 都是我工作上的同事 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里没有你习惯的人 是吧 不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挺好 你之前都一起陪我 单独看过电影 一起吃过饭 我拉你手 你不也没拒绝吗 你心里就没有我吗 可是咱们两个 并没有在一块 你干嘛一上来 就这么说呀 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搁呀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我之所以站到这里 我就是想弄明白这个事 我就是希望可以从他们嘴中 听到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想一直被蒙在鼓里 好 你想知道这个答案 想听到他们亲口诉说 我可以理解 但作为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有一定工作阅历的男人 你内心没有真正的判断吗 有 有是吧 对 接下来我希望在告白的过程当中 该说话说话 不要吵架 来站这 你站这 爱情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争是争不来的 要靠自己努力 接下来是拱茜的告白事件 世晨 今天来 我发现你 跟以前我认识那个世晨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话 但我知道你肯定想说出来 我是有话没跟你说 既然我都来这了 我站在你身边了 我觉得你有话 你就说出来好吗 别怕 我在这呢 胖胖哥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你知道 我今天来 主要目的 我就是想弄明白 生殖那件事 我只是想来 想问你一句话 那件事 跟你有没有关系 胖胖那个资料 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胖胖他自己 不可能害他自己吧 我更是我心里 做没做的事 我心里清楚得很 然后这不是你做的 你敢说吗 我并不是说 来追究谁对谁错 我觉得在追究 个人对错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只是想从你这 得到一句答案 那件事是和我有点关系 但是 但是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人啊 我以为我俩就 看见星星在一起了 我也没想伤害到 你们谁 对 这件事我觉得 其实责任在我 可能 是我没有处理好 咱们三个人的关系 或许如果没有我 你俩现在还是好同事 好姐们 我有些事处理的 神经比较大条 我不像你们一样 心思比较细腻 我给你们造成了 一种错觉 黄伯 我今天就 把话撂着 你就不跟我好 也不许跟他好 没有为什么 你听见没 你看他干嘛呀 不是 他就 他哪比我好了 是我试三十了 我是男人婆 但你 你不知道我呀 你就喜欢这样 撒娇卖萌的 太让我失望了你 我天天上午 给你做文件 下午 给你做文件 天天你加班到几点 我就加班到几点 我不就想陪着你吗 咱们每个礼拜五 说好一起喝酒 之前再大的误会 再大的矛盾 你都去 你从来都没违约过 现在呢 你就因为这件事 你多少时间没去跟我一起喝酒了 你多少时间没理过我了 我去喝酒 我就对着一个空凳子 一个空杯子的说话 我已经三年了 第三年 有哭过 有笑过 你对我的好 你对我做的每件事 我都记在心里 我也不是一个石头 干我呢 庞博哥 我在你自己留一点位置也没有嘛 他天天给你打文件 天天给你打咖啡 我这些我就没做过嘛 你怎么都不看他眼里啊 世晨你冷静一下 你先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为我做了很多 我都看在眼里 虽然从进公司到现在 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可是你每天 在我进公司的时候 就把文件都摆放在整整齐齐 放在那儿 你跟天天不一样 他每天给我放文件的时候 就一摔 然后端个水也是 啪放桌子上 然后跟他一比 我知道你可惜心了 然后 你对我做这些 我怎么都看不到呢 他那都是装的 你看不出来呀 我 我不是装的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给你做这些的 世晨 我希望你明白 咱们相处的时间 仅仅只有三个月 如果说这三个月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很喜欢我 你牵了我的手 我就答应你在一起 你就不觉得那样太随便 太贪扑了吗 一直超过三个月就行了 不是 我 我没有那么好 胖胖哥 我也不是随便的人啊 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我干嘛把我自己往你身上贴 我干嘛非得主动拉你的手啊 是谁啊 你心里有我 我很开心 但是 我希望你明白 很多事 不是你一厢情愿 这就能行的 我希望你知道 从你进公司到现在 我对你的照顾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 大哥哥对妹妹一样的照顾 我不想当你的妹妹啊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咱们之前没有在一起 现在也不会在一起 胖胖哥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这样的 但是我看你俩天天在一起 我心里不好受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咱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 我希望你明白 如果说是因为我拒绝那方面 我做得不好 我在这儿向你道歉 是神对不起 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对不起 宫欣 我不知道那段话 在你心里憋了多久 但是你对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你也知道 我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这三年多里 我为什么没有去主动 是在找一份真的感情 我是希望你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怕我会再伤害一个好姑娘 等我准备 你啊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差点把我的舞台做坏了 你嘴巴里面那么不屑的一个女汉子 一点女性魅力都没有 怎么今天就赢了你呢 我不应该花那么多不好的心思 什么不好的心思 就是他升职的这个事 我不应该 我不应该做手脚 我不应该把文件给他拿出去 该花的心思还是要花的 比如说打扮自己啊